首个由中国倡议成立的多边金融机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为很多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提供了资金保障 在即将举办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亚投行会议 亚投行副行长阿姆斯贝格 日前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2015年12月25日成立之初 亚投行共有57个创始成员 今年3月 亚投行首次欢迎新成员 批准了包括中国香港 比利时 加拿大等13个新成员加入 这样亚投行的成员总数达到了70个 据了解 在即将举办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亚投行行长金利群 将参加资金融通主题会议 与世界银行行长金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拉加德等十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一起 共同探讨如何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 亚投行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旨在促进亚洲区域建设的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一带一路的相关投行的重点投资方向之一 北京台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